我們做菜要傳聖步手就創新不忘粉 然後今天我們來燉一個當歸骨湯 第一步我們將這個湯料放在水裡面 勾煮它 我們勾到第一邊血水然後放在第二鍋裡面 開水裡面浸泡它一下 雞爪勾好了放下來 我們繼續放入瘦肉 有時間老提供到翁順落空 有時間做菜人 我不小燙 湯料蓋好水 再用開水清洗一遍 這樣能保持燉出來的湯是清澈見底的 將這來自五魚餐的礦泉水給燒開 調入基本味 放入烤好的鱼骨 加入少許的干貝提鮮 放入適當的當歸 加入調好味的礦泉水 包上保鮮膜 放入蒸香 蒸4個小時 我們燉湯的時間到了 把湯給拿出來 然後把湯掀起來 用電風吹 吹去一趟的油 然後過濾出來 是湯青味龍 蒼氣的香 熟濕的湯 清澈見底的鱼骨湯燉好了 燉麵